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81附近 那么在今天我们着重要说的话题呢 就是现在呢 澳洲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济上面啊 特别是银行上面是紧房这个布了加拿大的后城 那么澳洲银行呢也是再一次提高了他们的房贷利率 那我们昨天看到澳洲的各大银行是纷纷上调对于房屋贷款的利率 但是呢 澳元并没有加息 那这是为什么呢 准确的说这一次的提高呢是针对的是只还利息的贷款利率 那这也是在过去半年中澳洲银行第四次提高他们的房屋贷款利率 但是奇迹的是呢 这个在过去的半年中澳元是一次都没有出现加息 其目的呢 自然就是不言而喻 就是为了 银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润率 同时呢 是提高这个对于投资房这个设置的门槛 那我们要明白呢 其实澳洲的银行是上市的股份公司 他们最大的目的虽然说是为了维持金融稳定 但是呢 大部分的高管和CEO都是为了股东的利益 为了股价的上涨 所以说呢 他们是要赚钱的 但是呢 又不得不受限于澳洲央行 以及呢 澳洲政府的要求 所以说 现在来看的话呢 一方面 他们想赚钱 增加这个房屋贷款 另一方面呢 各种限制和要求 逼迫着他们呢 不得不使用各种的限制来降低风险 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呢 房价呢 现在呢 并没有大跌 但是呢 房屋贷款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 那么说白了和澳洲非常相似的加拿大 曾经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加拿大的房价在过去几年 由于国际投资者的进入 价格是步步上升 但是在去年 尤其是过去的六个月里面 加拿大的某些地区的房价则出现了30%的暴跌 所以同样作为移民国家 同样是一个资源国家 澳大利亚为了防止出现加拿大的情况 现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有可能朋友们要问 那这个房价如果是不上甚至于下跌 澳洲银行再这样限制 那岂不是对于澳洲的经济起到的是一个反面作用吗 这个说法呢 是一点都不错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呢 不加息 房价是涨上天 但是加了利息的话呢 民众的消费能力却大幅下降 债务呢 每个月要还贷的这个金额不断上涨 使得原本呢 这个国民收入没有太多提高到澳洲 没有更多的余钱来用来消费 那你不消费又怎么促进经济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 这个服务业 也就是第三产业 占据经济总额GDP的比例往往是超过了50%以上 因此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这个经济的发展是依靠着民众的不断消费 所以说现在就来一个难题 如果你不控制房价 那么房价不断的上涨 风险越来越大 一旦是爆了仓 出现回调 那这个幅度将会相当之猛烈 会严重的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 那如果你去控制住它 通过提高贷款成本来控制 那么在经济上来说也是一本糊涂账 因为民众呢 每个月还款的利息高了 哪来的钱去买东西呢 但是所有呢 所以这个左右相知权衡之后呢 肯定是取其轻 不得已 澳洲目前呢 一个是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 一个呢 是经济呢 会有所损害 在这两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还是选择了目前自己自断一手 来保全未来可能会引发的危机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如果我们是站在澳洲这个银行 或者是监管机构的角度来考虑 大量的海外移民或者是海外投资者呢 他们贷款 自己只付了10%或者20% 剩下的80% 90%的钱 如果是来自于澳洲的本地机构 那么一旦是出了事 他们完全的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 这个一大堆烂摊子 你说这个呆账坏账 去问海外的投资者要 要回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么巨大的这个泡沫之后 能够负担 能够这个背着这个 巨大的包袱的还是澳洲本地 所以说作为这个澳洲的银行也好 监管机构也好 或者说政府也好 钱都是你们赚 风险让我来担 这个事儿肯定不愿意干 所以呢 之前为什么愿意卖给海外投资者 就是因为那时候房地产是一个上升趋势 大家觉得我造了房 卖给你有钱赚 但是那时候呢 风险不大 但是在目前房地产可能面临回调的情况之下 现在呢 是赚一块钱的事儿 但是有可能亏将会亏掉本金 这么这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你说作为上市公司的澳洲银行 可能做吗 所以总结来说 目前连银行都知道了 这个风险在不断的加大 那我们呢 对于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资产配置来说 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就必须应该适当减少 那么这个呢 是今天咱们说的话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热门产品 今天说的是美国石油 美国原油 这个美国原油呢 从上个月五月底到现在几乎一个月了 几乎都在下跌 都在我们看图的话呢 就是在这根白线之下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呢 就是因为它现在呢 已经接近于这根白线 但是还没有完全超过 所以说呢 如果投资者们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 一直在等待油价反弹 可能在本周油价呢 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一旦他们超过了这根白线以上 大约是在45 44块7毛或者8毛钱左右 那么我们有可能会相信呢 这个石油会有更高的走势 所以投资者可以着重关注 大约是在44块8毛钱左右 一旦这个价格冲破了以后 油价呢 很有可能将会有一波更为强力的反弹 那么最后投资者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今天晚上呢 11点半 各大央行的行长呢 将会凑成一桌麻将 分别是呢 加拿大央行行长 欧洲央行行长 英国央行行长和日本央行行长 分别在澳洲时间11点30分会发表讲话 所以说呢 他们在今天晚上会打麻将 咱们呢 千万不要错过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曾经点评 我们明天 再见